2024年七大预言 关注度第四位 美国经济衰退 进入降息周期 获得5.2万票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 在2023年最后一次的货币政策会议上 一致决定 将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 维持在5.25厘到5.5厘区间不变 这是自2001年1月以来 利率最高水平 在2023年的八次决议中 美联储进行了四次25个基点的加息 另外四次维持利率不变 我觉得美国经济 它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 比较正常的一个中低速发展 2% 3%就很不错了 毕竟它这个盘子太大了 它只要增长2% 甚至是3%的话 那么它这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 就可以说是就不可撼动 俄乌战争 以哈冲突 世界局势繁剧纷扰 如影随形的地缘政治 影响着后疫情时代 世界经济的复苏 美国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体 同样受到波及 2023年年初 市场对美国经济表现持悲观共识 对通胀快速回落的预期也相对保守 然而实际情况却出乎意料 美国GDP增幅超出市场预期 第一季度增长2.2% 第二季度增长2.1% 第三季度增幅达4.9% 不仅为出现经济衰退 个人消费还保持了持续的强劲态势 一直热衷于给市场铺冷水的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却透露美联储已经开始讨论降息的时间点 许多官员更是预测 美联储今年将有三次降息机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 2024年美国增速将放缓至1.5% US economy is at least not growing as strong as it used to grow and so that's why markets believe and I believe it as well that interest rate will be cut next year and because the economy is breaking or is stopping to some degree in the United States I guess we will see a cutting interest rate next year